當全球COVID-19疫苗接種率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後 下一波降低COVID-19威脅的重點 就在於我們是否已經有足以應付感染的藥物 這個迫切的願望 隨著貝拉維跟莫娜皮拉維兩款新藥上市 已經實現了嗎? 還是有更多更好的新藥會陸續現身呢? 為了支持好內容 讓我們先進一段小廣告 由烏克蘭設計師Denis Okrimenko 創辦 他以304不鏽鋼材質改善了木製模型缺點 用銅製發條取代橡皮筋動力 一個個緊密相接的齒輪組 透過發條帶動呈現金屬律動的美感 這台多尼爾飛行艇Mighty Donier 是他2022年最新立作 完美復刻1929年的德智多尼爾客機 展台以艾菲爾鐵塔風格設計 可以近身觀察12個螺旋槳一起運作的完美協奏感 精緻度令人驚艷 靜製時也是絕佳的藝術品 不僅適合當桌邊擺飾 也是送禮的好選擇 現在范科士及獨家七二折特惠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喔 在COVID-19初期 全球各國措手不及 只能以支持性療法 先全力保住患者一條命 讓身體慢慢去戰勝病毒 並且試圖從國際上 已經在販售的藥物中 透過老藥、新用找到解方 隨著疫苗穩定供給 資金與人力迅速轉移到下一個戰場 新冠的新藥 並且必須在家裡 就能夠自行完成用藥過程最好 這就給新藥設下了一個很高的門檻 一定要可以口服 這意味著藥物在腸道吸收進血液之後 要能保持夠高的濃度 而且還要有一段足夠長的時間 讓藥效去發揮、打擊病毒 不能很快就被身體分解 我們在哪裡? 2021年12月22日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通過輝瑞抗病毒藥物 貝拉維的緊急使用授權 隔天23日 莫沙東藥廠的莫納皮拉維 緊追在後 也拿到了緊急授權 貝拉維雖然是一個藥名 但實際上是兩種藥合吃 分別是 有抑制SARS-CoV-2病毒效果的主角 是奈瑪特維 利托納維 則是用來增強奈瑪特維效果的配角 SARS-CoV-2 複製過程中 病毒的RNA 最終會轉入出長長的生態鏈 需要透過蛋白酶來切割成一段一段 才能變成用來組合病毒顆粒的各種蛋白質 其中一個叫做M-Pro的蛋白酶 負責大部分的切割工作 奈瑪特維辨識攻擊M-Pro來抑制病毒複製 臨床試驗效果顯示 在第一次出現COVID-19症狀後的5天內 服用貝拉維可以將高風險患者 惡化成重症住院或死亡的風險 降低89% 莫納皮拉維也是阻斷病毒複製 不過走的路線截然不同 它是使SARS-CoV-2病毒的RNA產生突變 最後搞的RNA因為錯太多了 病毒再也複製不下去 莫納皮拉維同樣是在初次出現症狀的5天內服用 然而效果和貝拉維有差異 針對輕度或中度的COVID-19患者 可以把住院或死亡的風險降低30% 隨著貝拉維跟莫納皮拉維的發放標準範寬 流程簡化 吃到這兩款藥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下一個切身問題是 吃這兩種藥有什麼副作用呢? 菲拉維可能造成肝臟問題的病徵 例如食慾不正、皮膚和眼白變黃、深色尿液、肚子痛等等 此外也會出現味覺改變、腹瀉、肌肉痛或血壓上升的副作用 莫納皮拉維則可能會頭昏、噁心或腹瀉 看似問題不大 但她在臨床試驗中雖然沒有出現強烈副作用 卻有另一項暗撫的危機 在進一步談副作用之前 且讓我們回到分子層面 可以把副作用背後的原理看得更清楚 貝拉維是透過破壞病毒的蛋白質加工過程 來發揮抑制病毒的效果 但是單靠奈瑪特維成不了事 因為她在身體裡面很快就會被分解、代謝了 所以需要加上另一種藥物利托納維來助證 利托納維是一些愛滋病基尾酒疗法裡面的成分 它可以攔截肝臟裡頭的酵素 避免在奈瑪特維命中新冠病毒之前就把藥分解掉 因此能夠延長奈瑪特維在體內的作用時間 但有利就有弊 這因為貝拉維會干擾肝臟代謝化學物質的機能 所以也會影響人體的機能 導致類似肝病的症狀 同時也把其他藥物的代謝過程一起脫下水了 害得他們藥效變差 或是因為分解速度太慢而大量累積 從救命藥變成毒素 這就是為什麼貝拉維和一大堆藥品 例如好幾種降三高的藥 心血管疾病的藥 止痛藥 免疫系統抑制劑 和精神科用藥 都不能一起吃的緣故 這也限縮了貝拉維的使用時機 例如慢性病患者 本來是輕中症 惡化成重症的風險最高的族群 可是一旦要用藥就常會左右為難 那莫娜皮拉維會好一些嗎 打個比方 如果貝拉維是名槍 莫娜皮拉維就是案件 對病毒和對人都是 莫娜皮拉維不是直接針對病毒發生作用 而是經過人體代謝後 產生著代謝產物 會被病毒的RNA聚合酶 拿去當成素材 用來合成病毒的RNA 造成病毒RNA累積越來越多錯誤 以至於最後病毒無法再次複製 也因為莫娜皮拉維會導致病毒RNA出現錯誤 因此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 他會不會也加速病毒的演化呢 不過莫沙東有提出反駁 他們表示臨床治療結束時檢測不到病毒 表示產生的突變病毒很快就被清除了 這點在審核委員的意見還有點分歧 另一方面 人體細胞的基因組是DNA而非RNA 但是在《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期刊中的一項研究指出 莫娜皮拉維也可能導致 哺乳動物的細胞DNA發生突變 這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孕婦尤其要小心 因此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COVID-19 治療指南建議 病患如果不能使用貝拉維 才考慮使用莫娜皮拉維 答案是樂觀的 全球已經有數百個臨床試驗正在進行 除了抑制病毒的藥物和單株抗體 也有試圖減輕後遺症 像是心血管問題的藥 還有安撫體內免疫系統的藥物 例如2021年發表在NEJM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的類固醇藥物 Dexamethasone 就可以用來降低重症患者 發生致命細胞激素風暴的機會 光是和貝拉維採用一樣的策略 以抑制M-Pro蛋白酶為目標的候選藥物分子 目前就有約180個之多 其中進度最快的 當屬日本鹽野抑制藥公司的一款口服藥 Ancetravir 該公司預計在2022年 可以供應給日本政府發放給患者服用 在其他候選清單上 還有一長串不以病毒蛋白質為攻擊目標的藥物分子 比如說有一種叫Pleidepsin的候選藥物 它針對的是人體細胞內的EEF1A蛋白質 EF1A是SARS-CoV-2在侵入細胞後 合成病毒顆粒過程中必須的蛋白質 這款藥正在進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預計2022年12月試驗會結束 這些藥物主要是以人體細胞的蛋白質 作為阻斷或是改善的目標 這樣做有個好處 就是即使病毒繼續變異 藥效也可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這是從以不變應萬變的方向 來對抗SARS-CoV-2病毒的新策略 不過這種策略 選對藥物要攻打哪個蛋白質很重要 像是針對人體TMPI-SS2的藥物 像是日本小野製藥的Kamostat 理論上TMPI-SS2是病毒入侵細胞的橋樑 如果功能被阻斷 便有機會距病毒與細胞之外 但若是先前有看過我們感染機制影片的人 肯定會問Kamostat這個阻斷TMPI-SS2的藥物機制 在Omicron流行的當下 是不是就不那麼有效了呢 從目前細胞實驗看來 確實可能效果會比較差 還有一個網路流傳已久的藥 療效被越傳越神 伊維菌素 它是治療多種寄生蟲疾病效果相當好的殺蟲藥 但實情是伊維菌素在國際上 並未受任可用來治療COVID-19 關鍵因素有兩個 第一 伊維菌素雖然在培養名裏 可以抑制SARS-CoV-2的病毒複製 但藥物動力學研究告訴我們 要達到跟實驗室一樣的異病毒效果 給藥量必須比目前伊維菌素 被核准用於人體的劑量高出100倍 第二 在大流行早期做的伊維菌素研究 許多是小規模試驗或是研究方法有明顯限制 證據力並不足 最近的臨床試驗 解決了早期研究的局限性 例如發表在 BNC Infectious Disease JAMA和NEJM等期刊的 雙盲隨機試驗報告 結果顯示 用伊維菌素無法顯著改善 新冠病人臨床病程的惡化 或是緩解他們的症狀 在治療COVID-19臨床上沒有好處 因此伊維菌素在現階段 更像是一種期望 而不是現實 對於藥物我們總有一些些浪漫的幻想 如果能夠有病治病沒病強生 那不就太完美了嗎? 不過現實總是很骨感 貝拉維和莫拉皮拉維兩種藥物 目前在國際上都是拿來治療COVID-19的患者 效果是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風險 沒辦法用來預防新冠病毒的感染 再者 對於吃藥是不是能夠減少發生長新冠的機率 目前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怎麼樣調適自己 一步一步走進COVID-19成為常態 疫苗和多種藥物圍繞身邊的世界 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切身問題 你認為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聽閱Pensite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新知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